歡迎各位來到新的一集的XRM2傳說鐵人攻略實路 今天我們總長來在劍橋上 我們昨天完成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 讓我們有足夠的屍體可以直接做牛頭的解剖 所以我們現在要去趕快加速時間 Avenger Power 如果我們現在去掃瞄這個的話 我們會永久提高我們的母艦的電力 所以這次非常非常好 雖然我們花了將近幾月 現在已經是7月了 我們在7月才終於有這個時間出現 而且我們需要先去完成這個聯繫區 因為就剩3天而已 我們把這個關卡完成 我們這個月可以多到40塊 我們再來下一個月會花很多錢 OK 然後我們現在可以看看北非非洲加權是什麼 非洲加權是Sewed Up 是可以讓我們瞬間完成 實驗地的裝甲研發 裝甲製造 這個升級非常好 但是我們現在到非洲已經太慢了 Avenger Plotting New Course 等我們可以用非洲加權的時候已經 太久了 我們真的沒有時間 我們現在趕快掃這個 我們以後會用到電力 其實我們現在已經沒電了 我們現在已經沒電了 我們需要電力 如果我們想要蓋下一個陷阱的話 我們研究好了 超用Ellerium 這科技研發好以後是沒有直接馬上的效果的 除了我們現在可以 喔我們可以再把發電掌升級 OK所以這還沒用 但是我們現在就可以 瞬間解剖MUTON 為什麼解剖MUTON的時候 MUTON的位置是想法 解剖MUTON之後會擠開兩個非常非常重要的科技 一個是進階的榴彈發射器 這個會提高我們目前榴彈發射器的射程 跟爆炸範圍 沒有提高很多啦 就都各個提高一點 但是就 這遊戲設計就剛好 敵人的位置會更容易炸到 所以你有多一點的範圍 然後我們現在可以研發電漿手榴彈 這可以讓我們現在手榴彈傷害加倍 穿甲力加倍 什麼都加倍 沒有到加倍的第一步啦 但是幾乎加倍 所以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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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 那我們現在研究什麼 我們現在廣會研究電漿槍 我們不能研究電漿槍 我們沒有水晶了 我們不能研究電漿槍 我們等一下去黑市買那個東西先 without access to refined fossil fuels power is difficult to come by outside the cities even among the staunchest of anti-alien dissidents recovered advent equipment is highly coveted 我們現在真的缺錢缺... 什麼都缺了 我們現在有200個情報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先去黑市買一下 Avenger plotting new course 我們要買錢 我們要買... 額外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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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晶 然後這個月他們想要買 Advanced scope 這麼重要的東西 你只賣42塊 吃死 我們要Elarium 喔40情報 這其實還蠻貴的 然後我有點想買這個 我有點想買這個 因為我們現在都只有最便宜的擴充彈夾 因為我們現在都只有最便宜的擴充彈夾 45塊 我們不要買東西好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剛好162的情報 剛好是可以再... 再... 兩個下個... 再開發兩個新的區域 我們需要這個 好我們現在先開始研究... 電漿武器 還有一個月 不是要太一個 太一個人不要... 不要...不要...不要這樣 太一個人不要... 不要...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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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這個掃描 我們去東歐蓋無線電塔 然後去北非 我們這位已經出很多任務了 我覺得應該不會造型 黑暗事件 resistant informant 就反擊時間提高了兩個禮拜 沒差 隨便 proving ground 辦法蓋好 基本上這個是一個遊戲幾乎一開始 我們馬上就可以蓋東西 我們到 我們過了可能真的四個月才終於蓋好 誒 proving ground 這裡我們可以研發各次各樣的有趣的東西 像是新的裝甲 新的子彈 新的手榴彈 和任務道具 和升級我們的衣物包 和電章手榴彈 難不見咧 我們什麼都沒有 我們沒有錢 我們什麼都沒有 我們什麼都沒有 我們需要錢 我們要 我們不需要去買那個錢 對不起 我雖然說我不要買到我們需要 但是在等的時候 我們可以先來做一件 Spider Suit 那為什麼要水晶啊 Spider Suit的是 我非常喜歡這個東西 因為等我們出來以後再講 為什麼 這個東西就是一個很好玩的東西 然後我要放人進去 把一個工程師放在裡面的話 可以提高生產這些裝備的速度 所以只要五天 導致這樣我們可能 每一個任務只能完成兩個東西而已 那你可以剛剛注意到 剛剛那些實驗子彈 實驗什麼東西 都不用錢 都只需要那個 超右核心而已 所以這可以讓我們 終於可以花那些超右核心 來提高我們的戰鬥力 來新的一隊 那OK 可不可以還蠻你我們這次的活動 Rabbit 什麼又是Shower Force 這兩個我們都看過了 都 都沒辦法 我們不需要承受 我們先刷DL 300多塊而已 OK 我們永久提高我們的 母艦的電力 加3 然後我們現在可以去領錢了 然後馬上我們要開始開發 Skulljack 然後升級電章手榴彈 然後 甚至我覺得可能要先升級 電章手榴彈 我考慮一下 OK 然後剛好 無線電台100塊有沒有搞錯 但我們需要蓋一個 新的無線電台在這 因為這邊 我們需要蓋一個 新的無線電台在這 因為我們要跟北飛 跟西歐聯繫的話 無線電台會比較好 會讓我們可以省 100多的情報 我們蓋了還是會有 200多的補給 好 Spider suit 這個其實一代我們就有 那時候叫 骷髏裝 Skeleton suit 來 想要用我們找來的錢 來做一些有的沒有的東西 第二個是任務道具 Skulljack 他要做10天 誒 我們剛才先做電章手榴彈好了 我先把所有東西都排一下 這樣我才能確定這到底要多少錢 來 我們先做電章手榴彈 我們可以用兩個實驗子彈 已經排到下個月去 有沒有搞錯 我們還有7個核心 那核心超多的 他就這樣 所以計畫到4個月去 雖然我們已經 已經有小機器人在加速了 但是 但是這個東西太多了 所以我們做了 然後再4天 那個心靈實驗室會完成 太好了 完成了 我都還沒看過這段話 因為我 我玩comman的時候 我根本完全沒有開發 心靈能力 這一代心靈能力我聽說非常強 但是只有 菜兵才可以來 只有菜兵可以在這裡受訓 所以我們要 我們要 去顧一些菜兵 我真的不想顧菜兵 一個要40塊有沒有搞錯 好 I don't know 差太多可以顧 要顧誰 顧一個日本人都好 這看起來很像日本人 這看起來像 南版的那個什麼 I have to hand it to him What these recruits lack in experience they make up for in grit 好 這顯示是不是都一直顯示錯誤 只有日本人可以當我們的心靈特務 我們花80塊錢買了兩個菜兵 我不知道該怎麼思考 ok 把個士兵塞進去 那我塞士兵謝謝 欸你是怎樣 謝謝 欸那放共證實 進去可以加速研發速度 我不知道這在訓練多久喔 好像 但是我會被洗阿 13天 那我們可能下一集可以看到心靈特務出發了 然後我們可以升級這個 讓我們可以多 多估一個 哇靠這麼貴喔 我們搞錯ok算了不要沒事 沒事 沒事 搞錯了 我們看一下升級發電場他多少錢 哇這個還可以再升級喔 ok 那我們的電力應該沒關係 ok好 ok 我們應該馬上就有新的任務 我們已經過這麼久都沒事發生 我覺得太不尋常了 ok 收入提高 然後我們可以去北非了 這樣子我們 先把這個地方開發好 隨時可以突襲新的設施 或我們其實還有兩格 我們可以往這裡開 我們可以往這裡走 這個設施已經比較久 那不要我們沒有時間了 欸北非加全都要好 如果情況不要太危急的話 我們甚至可以就 把北非填滿 這樣以後我們要開發時間裝甲 會剩很多時間 這個應該是時間裝甲 對啊對啊 ok ok 我們要注意 這個月應該是已經有Rapid Response 還沒有 這個準備時間太長了吧 這準備好的時候都已經不知道沒過幾年了 ok那我們可以先來做這個 非常困難然後工程師 我想要這個我們需要工程師 我們現在有需要錢 我們錢 我們都很缺 這個XFOM就是什麼都很缺 情報也很有用 所有都有用 三個我都很想要 工程師好 工程師是可以買 185塊買不起 一個工程師現在要200塊 所以這個是最值錢的 任務最困難 但是也是比較難的任務 hack hidden resistant computer 所以我們記得 一定要帶 專家來這個任務 一定要帶專家來這個任務 但我們現在 這是北京嗎 我馬上回到北京 天天打北京 Randal好了沒 Randal還要4天 你們可以把兩個去擠手吧 還是我們要再滾內地 滾內地 滾內地好了 我們把所有連體都炸開 一路炸進敵人老家 開一下Valentine Joker 我們在Joker 誒 好這是門書版 舊槍有自動裝填 我甚至想要再做個信標 應該不需要 又是誰幹走信標 不管 又是誰 給他們滾內地的信標 然後沒有一個人可以穿 Spider Suit 我要給單左穿 會讓我們穿新的這種特別裝甲的時候會讓我們的物品燃燒一格 大家可以看到Spider Suit會讓我們有賞臂能力20% 讓我們有加一的跑速 然後 差不多是這樣 你看你還想怎樣 然後我要給加跑速的那個東西給 給好很多 因為它本來就是偵察的跑速都要很有用 它可以砍人 它可以偵察的反應變大 什麼都好 然後另外我們另外一個遊俠其實已經有那個什麼 加準度了所以不能裝 好 以後這個就放實驗子彈 我們只要一顆閃光 我們可以多帶些閃光吧 我們不可以多帶些閃光 Spider Suit可以丟閃光的機會 比較多一點 它還有其他槍還有什麼 可以是在升級 可以升級是Advanced Hair Trigger Speed Hair Trigger 它瞄準鏡是一半的還是升級外 一半加5%而已 OK那其實我們可以把它的這個東西升到最高階的 15%免被射擊機會 然後我們真的需要把單手伸出一個更大的擴充彈匣 好那就這樣 現在沒有Operation Dying Tears 死亡連累 那這個任務是我們要幫他回合去 入侵一個敵人的電腦 所以 現在我們已經做過很多次了 都知道了 那我們這次不在北京 我們這次在重慶 OK那我們先到高處好了 Scanner在哪裡 Scanner 遊俠 我忘記了遊俠 OK馬上有疊 又是我們的老朋友Muton跟Viper 都在前面接 有更多敵人 然後剛剛擋在我們前進的路上 好 其實這關很簡單 我們只需要 這沒有想像簡單 我們需要跑進來這邊 這其實有段距離 那看到我們現在有Running Gun跟Chain Shot 我們遊戲現在活力非常強 他可以一回合有非常強的爆發力 如果他能夠貼到敵人身上的話 我們再丟一個Scanner好了 丟到這 我先看一下他們會不會看到這個屋頂上的地方 我們可以上來這邊 應該是沒事的 我們可以上來這邊 應該是沒事的 好 好 好 謝謝他便利 我又知道你們 我們根本就不該救你們這些混蛋了 沒有 我們一開場我們還有信彪 我們還有信彪 我們沒事 我們甚至不用擔心掩體 因為我們有信彪 有信彪就是 就是可以這樣 我們現在有勾爪 我們可以示範一下勾爪 這個東西非常好用 而且很好玩 因為他 用勾爪是不用行動點數的 所以我們可以快速移動 不只是往上移 只要有任何高處的地方 都可以讓他們往前移 然後因為我們不用擔心掩體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移到 移到這 我們還是不要太囂張 然後我們就在這裡什麼都看不到 OK 還看得到 OK 那我忘記開發進階榴彈槍 對 我忘記開發進階榴彈槍 該死 我們丟信彪 我們丟信彪 信彪在哪裡 信彪在哪裡 第一個信彪在哪裡 我只找到Style不是他的信彪 找不到另外的信彪 全部一直往前衝 然後一直丟信彪 然後就一路殺進去啦 我們已經暴露了 行蹤沒有什麼好講的 掉這好了 應該很清楚 那就要這算了 大家一起打 大家一起打信彪 一個是Shield Bearer 我最討厭敵人 我們要把他岩體炸掉 誰的手榴彈 當然是有手榴彈也沒差 因為Man炸到他 因為他太遠了 我們要只用一洞 兩洞 三洞 他把他活力真的有夠爛 我們活力怎麼這麼爛 1 2 3 我們是少一個人啊 沒有他已經雙洞過了 OK 好不好 該死 其實什麼都打不到了 我們要打的是這個 Evan Shield Bearer 他是我們現在威脅最大的敵人 因為他的血量 他還 我們被打他還給所有人額外裝甲 其實不會耶 因為他會無法控制自己的 要去打信彪 其實我們該做的是給信彪保護 保護清標各位 然後我們就可以下一回合慢慢集火 解決到他們 裝甲太硬了 然後我們就在這裡開Q狀 看不到他出來 到底有沒有褲怪到他 我們在這裡開Q狀 敵人應該會跑出那個 牆角的攻擊性標 然後我們應該就有 兩三次開槍機會 我覺得這樣也到了 看看 好像有奇怪的聲音 我們這邊沒有破甲 敵人 這雙甲太硬了 OK 信彪打不到 這也是正常的 OK 第二槍 打不到 Viper 就把他纏住 他纏住失敗 然後我們被撤襲了 我們被撤襲了 還暴擊 那好像秀貝爾也站在那群敵人旁邊 全部死在這邊 對 原來單左開了三槍 還算值得 然後這個秀貝爾也要死 然後第二槍 好心的幫我們把這個車點燃 欸 謝了 我們現在可以在巴斯克榴彈 把這一個車 和旁邊所有的一起炸散 那呀你們現在才發現 那個是現金已經太遲了 各位 我們就直接發射在這好了 引爆車子 炸傷兩個人 銷裝甲 還是這 其實那MUTAN已經要死了 也沒有MUTAN現在很多 啊我為什麼沒有升級榴彈發射器 如果升級榴彈發射器 我們就可以一次炸到所有的東西 我們炸這 好了 然後我要把後面那隻 確保他這回也會死 把他岩體消掉 把他消掉一根血 雖然不是很必要 欸應該 欸應該不用吧 算了打MUTAN好了 那個他就算沒死 我們這回應該可以把所有 有威脅性的人都殺死 什麼啦 那要胡亂的我 我這裡沒有 沒有友軍 然後車子爆炸 OK有傷害 我們可以再丟個手榴彈 或我們可以做幾次射擊 我們現在單左可以處決一個人 有屬高點就是不一樣 最重要 那你可以把 秀貝爾直接解決掉嗎 或你可以把MUTAN解決掉 你把MUTAN解決掉 我們雖然只是出了一個新的額外裝甲 喔還有免費射擊機會 太棒了 我們打不通 我們剛剛裝子彈 有了 雖然我們 我們的Proving Ground蓋好 沒有出新的防禦裝備 沒有出新的攻擊裝備 但是我們光是可以讓他們 輕易到高處 就可以大幅提高他們的火力 不會很想前進 但是 那邊應該可以 應該可以前進 欸我知道該怎麼辦 Mazuba用保證的傷害打他 然後SLAB跟NICOLE打死軍官 這樣子我覺得是比較正確的做法 帥氣了 It's an ambush 你怎麼知道 為什麼軍官可以閃避 為什麼有裝甲人可以閃避 為什麼這遊戲要這樣 OK啊我的計畫失敗了 下遊戲 下 你這混蛋遊戲 這遊戲 我們沒有Light them up 為什麼沒有Light them up 為什麼沒有Light them up RBR的話我們可以有遊俠去處決他了 雖然我覺得 就有需要這樣 欸看起來鐵點掉東西 輕騎 你 比我想像好 本來因為你會miss的 然後我就需要 出動遊俠 雖然我們還是要出動遊俠 但是 你目前沒有miss才暴擊 所以good job 但是不夠 所以我們要出動遊俠 但其實沒有差 我覺得我們已經快到了 這一波 我們已經摧毀兩組敵人了 零傷害 瞬間快速摧毀兩組敵人 你們不要檢查 我們可以 我們有時間 你發現我 你發現我 怎麼辦 你要回報嗎 來不及 欸這裡也是AVN漢堡 這是一個AVN漢堡 你是怎麼還要再爆炸一次喔 可以嗎 OK 那你知道我要做什麼嗎 我現在要去駭客入侵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 然後呢我希望 那個小精靈會引到這裡的敵人 我剛剛聽到這裡很多腳步聲 我剛剛聽到這裡很多腳步聲 引到這裡的敵人 自己跑出來 然後我們又可以在原地交戰 其實好像沒必要 為什麼要這樣 不需要 我們直接丟scanner就好了 這裡一定有敵人 喔不僅有敵人 還有兩組敵人 OK 一組很正常的Viper 喔沒有這個是軍官 這是Muton軍官 Muton軍官 Viper 然後這是一組 Heavy Stone Lancer 然後Shield Bear跟軍官 OK 欸這不是這部軍官 甚至是讓我們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老實講 我們現在不知道 而且沒有射到雙子彈 我們可以往這邊靠好不好 我覺得 這一關四組敵人差不多嘛 應該沒有更多敵人了 我們往這邊靠 就不會遇到他們 然後就可以讓駭客進去這裡面 完成任務 然後我們要怎麼進這個房子 沒有梯子 我們只能從這裡進去 不過除非我們可以繞到後門 從這裡進去 OK 其實都進不去 好吧 這房子太難進去 沒有到可以進去的地方 除了這個梯子外 點太兼炸了 全部Camp在那邊 我們讓Heavy出去偵查一下 我的另外一個點子 是我們可以發射榴彈 把這個牆壁炸垮 我們的Specialist 就可以從這裡看到目標 就可以入行了 我覺得應該沒敵人啦 這裡 我要 我覺得應該沒有敵人 情況最糟 Nakole可以 保護我們 那我們全部開始 全速衝刺 G手 這是另外一個Heavy 跑到車應該不會被看到 沒有 但我也能害怕 那裡有敵人 算了 我們不要這麼衝好了 我們不要這麼衝 我們在計畫失敗的話 我們真的 我們會很好笑 我們 我們會浪費可能整個兩回合在跑步 我們這些平民可以不要害我這邊的動嗎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 免費裝填 讓他可以這一回合也雙動 好 你也雙動 然後Humdog 不要觸發敵人 謝謝 單左也可以移到射擊位置 單左這個位置很討厭 因為這個中間這個 這應該是什麼 是什麼 某種快餐店 會擋住我們 的射線 我甚至覺得單左可以進去耶 單左可以用他的那個東西到這裡 然後勾爪到這邊 然後爬進去 差一顆我們不要 雖然我擔心他的獎品 會施加20差一顆 那我們就有點浪費 但是 我們試試看好了 我覺得這樣很酷 我覺得這樣很酷 所以我們要上座 Location Confirmed 點不要靠近 然後可以點忙就靠近了 而且還爬上去 有人巡邏路線是這樣的嗎 你當我沒當過兵喔 沒有人是這樣巡邏的 太好了 敵人閃開了 欸 三十 他們 他們看到什麼 他們為什麼被觸發 他們看到屍體也被觸發 是這樣嗎 這是新的設定嗎 這是什麼 逆中遊戲還是怎樣 欸他們看到什麼 他們看到這個小精靈 還有 首先這個小精靈 根本就不該在這 OK 這小精靈根本不該在這 所以他為什麼看到 這遊戲 這個遊戲為什麼要這樣子啊 欸這很過分耶 然後他們就在這 我們到這也不會被看到 我們要到這 因為還有一個問題 他們已經會觸發 所以他們遇到我們可以直接開火 所以我們的人其實應該在岩體裡面 OK Joker你現在在這 然後沒有敵人的話 你就繼續衝 到這裡面 然後剩下人就沿著這邊走 然後可以Overwatch OVERwatch 他們這一回合很可能會走過來這邊 沒有敵人 繼續衝 欸我賭對了這裡沒有敵人 OK那大家就全速衝 全速衝 然後不要遇到敵人 好我們看到他的幹 我們看到他了 但是他已經觸發過 所以他們沒有免費移動 我們甚至可以想辦法埋伏他們 我們要埋伏他們好了 Joker這邊雖然沒有岩體 但是這個東西應該會擋住死線 所以他應該是安全的 欸Joker是 他我們現在應該不會被 輕易的一槍解決掉 我們丟閃光好了 我們應該可以丟過這個東西吧 OK我們不行 閃光呢為什麼要沒 喔可以啊 但是我看不到他劍 所以我不能保證 但我覺得應該可以 我們丟到這應該是可以閃到他們 我們丟到這應該是可以閃到他們 那一個就閃到一隻 不用擔心他們這一回合一定會衝出來 所以我們其實要全部開始 我們要準備做戰 我們應該把我們的人放在 我們應該保護我們的人 我應該要走 我應該要走到這裡面 這裡拿overwatch他們 我們到這裡 你也要over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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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不overwatch 其實我們應該到游蝦之二 然後 不行 敵人不會打他 敵人會走出來 然後對我其他人開槍 然後對我其他人開槍 Topsider沒有逆裝 很討厭你 耶 敵人會怎麼出來 我們靠近一點好了 我們會有閃彈槍發射一次機會 但敵人的裝甲太硬了 我認為我這一回合可以打死他們 敵人可能會從這裡出來 敵人從上面跳下來 所以我們要非常小心 我們應該到這裡 很好沒有出發點 我們有三四次射擊機會 我希望這次足夠 然後敵人就沒有出來 然後我就會 像白癡一樣浪費回合 還聽起來那個 三個壓分步兵的巡邏隊 正在走路 出來囉 他散彈槍在miss 他被閃到了 所以至少有人是被閃到 nice nice 剛好打死 Muton剛剛好像那是雙動 他好像他應該不能動 太好 Muton不能動 你是有shadowstaff嗎 我覺得Muton可能在overwatch 所以他才沒有動 我們現在前進到這 但是可能會觸發巡邏隊 我們看得到了 巡邏隊可能走進去 到這然後開火 嗯 後不要 我們動這裡 我們動slab好了 slab到這邊射擊 完美 對面有沒有 他就自己莫名其妙 走一步走到這邊 然後被轟一發 然後就不動了這樣 其實48還不錯的機會 不會 nice 不會啦 我覺得還蠻 算minimal damage Joker先不要動 因為Joker有星鏢 如果我們 我要這樣留下這 觸發敵人的話就丟星鏢 沒有的話就有閃彈槍 零距離射擊 就近距離射擊 然後我們可以試試我們新的 連射能力 欸 可不可以試連射哪裡 有必要嗎 其實他應該會死吧 其實沒有必要 1 2 3 4 5 6 7 8 然後他可能會活 我們試試連射好了 OK 很不幸的 我們的連射能力如果 第一發沒射中 就不會觸發 所以 我是白癡 他還剩多少血 他還剩 他還剩 弄不殺 到這好了 不要觸發那組 他這樣不會死 但是我們可以再叫 Nacole用保證傷害 把他解決掉 而且他還有強拖 欸馬術把他升級了 或者是我們就會全部一隻 射不到一個超大的敵人 但這我們已經不敢驚訝了 還有那科隆你上來開最後一槍 他如果再不死的話 我們就要 我不確定我們怎麼辦 我真的不想丟信標浪費在一個人身上 我們可不可以 我們可以壓制他 應該也有差不多的效果 我們可以壓制他 我們可以發射榴彈 他就會中傷 然後補槍 所以那科是不是根本看不到他 我留這一步根本就沒用 在這裡可以看到 我可以站到沒有岩體的地方看到他 我們可以發射榴彈啦 然後會把這整張房子炸掉 那科就看得到他了 好就最差最差的情況被打一槍 我們現在 損失一個人重傷已經不會怎樣了 那科又是優兵 我不要浪費什麼信標在這一個人身上 欸?那科 雖然你是一個很不可靠的射手 但是我相信你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相信你 但是我相信你可以把他幹掉了 欸啊!不僅把他幹掉 還把他爆頭 然後你還把自己背後 背後點著 而且你的牆壁另外一邊就是單左 啊其實單左根本還沒動 欸!單左這位到這裡 下一回合到就可以直接勾 前進半步勾上去 然後下一回就進去裡面 完美 欸!這門是不是被打開了 啊!敵人旋路隊跑進去了 欸!但這樣更好 我希望敵人跟我們遇到的時候呢 全部不給我跑到這邊 這邊和這邊 和這個 楊台上 那我們兩個流彈兵 就直接上去把這整棟房子給炸了 一切都是在我計畫之中 欸!太誇張了 欸!太誇張了 連一般射擊都會讓我們著火啦 這是要我們怎麼做任何事情 Nako著火了 因為 這要我們怎麼做任何事情 我們做任何事情就會著火 著火現在是XCOM的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在找火 讓我幫這裡滅了一下火 欸!滅火 像火焰淋滴血 浪費到一個不可思議的程度 我竟然可以浪費到這樣 可看把遊俠儀到這邊 然後我希望就觸發敵人 然後敵人就到這個地方 到這一排牆壁或上去或出來 隨便他們 但是我們就把這整個房子炸垮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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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去哪裏 你去的地方都跟我想像不一樣 欸我們這樣很好 我們的遊戲現在有run and gun 所以他現在可以使用run and gun 然後再移動然後重創 我們是很想要重創的 比如我們可以到這邊 然後散彈槍轟掉這個軍官的頭 我們其實剛剛應該被用chain shot 我們現在chain shot的話就可以打到他 就可以直接保證處決他 但是我們用了所以就不行 然後我們要丟性能標 OK所以其實我們只有一個子彈兵可以用 我是不是想錯 但是這讓我們不需要在掩體內應該OK啦 因為我真的很想要炸飛他們 欸我們可以炸垮這個stunlancer 炸著 陽台不是很好的射擊位置 欸? 嗯...單純可以看到什麼 有兩個 我們先手槍射擊 運氣非常好的話可以槍把他幹掉 運氣很好但是不夠好 欸我們丟我們的性標 我們把我們性標丟在一個 岩體不錯的地方 丟在這喔 我擔心他們不會打這個 如果丟在這的話 丟在這可以啦應該可以 馬蘇巴在哪嗎? 馬蘇巴在這 我們可以run and gun 我們run and gun打這個軍官 馬蘇巴在保證射擊打這個軍官他就死了 OK我覺得這樣 有理 隨意的傷害 剩兩滴血 其實我們這個技能還沒準備好 但我們沒有保證傷害所以OK 但是我們可以趁這機會移動一下 馬上解決一個軍官 他有幾動 單純勝利 OK我們做這個試試看 我們到這邊 然後勾爪勾上去 然後再一槍處決掉那個Stuntancer 然後我們勾不上去 所以算還沒差 然後那個Shield Bearer 其實讓他打仙鏢 好 仙鏢你不要落跑 OK但注意他剛剛落跑 代表一件事情 代表這裡還有敵人 這是唯一敵人會撤退的原因 就是他知道他會跟另外一個 一隊的隊友會合 OK我們現在要這樣 我們要先把MZUBA送到樓上 然後他下一回合就用小精靈入侵這個系統 然後希望獎賞是有用的東西 然後剩下的裝子彈 我們馬上又會有更多戰鬥 那你不要動了 你不要動了一定會出發點 你不要動了 裝子彈到Overwatch 為什麼不夠勾 剛剛他明明可以勾啊 剛剛為什麼不夠勾 好奇怪 算了我們先勾到樓上 準備打架 這個技能真的很好玩 好我向電梯走 哇靠這個角度太猛了吧 哇靠超多人 這裡不是一組敵人 是兩組敵人 OK你好像現在射完 他轟下去 你還沒時間了 我們現在就要入侵目標 如果我們在這裡說看不到目標 不能入侵的話 我會很生氣 OK可以 好MZUBA你是我們的駭客 你如果在失敗 你在給我過期的話 我就不知道在講什麼 然後這小機器人整個故障 不知道怎麼進去 然後一開始是上下 上下有回事 加死吧加死吧 這個好像才40塊的樣子 沒有很好 但是沒上 有錢就不錯 有錢就好 欸你們在幹嘛 我是按到 我明明按什麼 什麼卡一卡 雖然那小錢啦 不會成這樣 但就 剛剛幫你自己 好 再來我們可以駭客 然後又射擊 只要機會補補 好我們現在我其實看不到 其實我剛剛還有什麼東西 就兩個 一個士兵是死的 兩個士兵跟一個Muton 其中一個是Shield Barrier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東西 我剛剛沒有看清楚 那到底最後是什麼東西 但我們不要前進的話 就不會觸發他 所以我們不要前進 雖然敵人全在Heavy Cover後面 我們不前進是要怎麼打 我們先打Muton好了 這些敵人都快死了 我們應該可以對付他們 我們應該可以對付他們 我沒有升級進階榴彈真的是 剛好這也可以 剛好這也可以 這也可以 我剛剛以為我們沒有升級進階榴彈 但是又要插一梗才可以炸壞他們的眼底 來暴露兩隻敵人 我們可以壓制最後一個Stun Lancer 但是壓制Stun Lancer沒用 他根本不屌 你就直接衝過來 Feedback 然後你又看不到他了 你為什麼看不到他 你剛才可以看到把眼底炸到就看不到 壓制沒有用 真的壓制沒有用 敵人根本不會理你的壓制 我就Stun Lancer這種敵人 射擊的敵人會理我們的壓制 但是我們不能壓制 因為我 因為我 因為Joker可以 當有用的人 但是我錯了 但是我錯了 我們可以在這裡 kill中這些敵人 他們應該會出來 或我們可以 狙擊死一隻 然後 手槍 我們看不到敵人 我們需要 這是我們的備胎 已經開了 已經開了 又掉東西 但剛才只有掉一個核心 這看起來是核心 流霞 哪裡有敵人 到這裡了 把丟割手爛下去 也丟不到 我覺得這裡應該可以 Overwatch下去 你也 Overwatch好了 機會會好一點 你可以保護人 Overwatch 他會打誰 我不知道確定他會打誰 我猜 我猜 你的小機器人 為什麼是在那邊 NICOLE 你的小機器人 你是烏龍駭客嗎 你 就所有點抑鬱兵器的人 就會讓他們的駭客機能 完全壞掉 是這樣嗎 讓他們的小機器人都 短路 噢也是Shield Bear 今天有兩個Shield Bear 太好了 我不知道這個東西會不會疊在一起 它效果如果會重疊的話 我會 我馬上就知道了 但是答案是不會 很好 射中了 你可以了 你們在高處 你們在高處 你可以摘槍摘槍 所有人摘槍 每個人都在穿槍 每個人都在開3D 不要想著接近我們 你們不能接近我們 他們的位置非常好 我們所有人在開槍就對了 但是這個東西要只有誰撿 我們這個撿可能撿不到 我們要前進然後 一邊前進一邊射擊 然後撿東西 單左你甚至是可能 不用幫他們開槍 你丟閃光他們看不見 我們是沒有Double Move 我們再射一顆榴彈好了 我們要炸掉他們的裝甲 炸掉他們的岩體 然後我們的Hound Dog 才能下來把他們炸射翻 敵人兩個修備爾這一回 要開槍了 但是我們現在的榴彈太多 我們其實連他們的裝甲 護盾都炸不過 如果我們可以把他們 一個人解決掉的話 單左可以免費射擊機會 我們不需要採眼力 不然沒辦法 這不會消掉裝甲 因為他護盾應該都撞不了 要穿護盾才能消裝甲 把護盾退好了 我們就鎖完前進射擊 其實他不能太動了 我們這岩體好好看出來 你們這些子彈兵還是酷的子彈好了 不要開槍好了 不要開槍好了 我學會了德文 That is not good That is not good That is not good 我剛剛學了一句新的德文 我被自己感到非常麻痺 他們剛好走不到岩體內 太太太棒了 這裡可以啦 這裡也是重岩體 但是這個疊一定 這一回回到這 然後就會撤襲用 但其實沒關係啦 就 因為他被測嫌不爽 但是 一個修貝爾應該是打不死東西 單左可能需要移動 單左現在是在攻攻 我們又可以用Chainshot了 沒有必要 你還是槍會把它封關 OK 我們讓單左進入岩體後面 我們讓單左進入一個安全地方 然後丟閃光彈 或者比如說這裡 然後丟閃光彈 然後某個人保護他們 他應該都沒有什麼打目標 然後單左其實沒有閃光彈 因為他穿了Spider Suit 我忘記了 所以閃光彈到底在哪裡 我們是不是整隊根本就沒有帶閃光彈 Shit 保護Hound Dog 保護單左 你們兩個Overwatch 他一定會出來 不用擔心 那你不能保護 因為 你來破的狗已經用過了 好吧 你贏了 你贏了 你可以用小機閒電 電爆他的裝獎 打會出來 不用擔心 打會出來 不用擔心 打會出來 不用擔心 然後我又忘記買 那個 Specialist的四關技能 不過他會對你們開槍 到完全射外 其實也對啦 因為我們太多人在Wash 他不敢動 是正常 OK 單左 你去拿東西 一個是加情報的 一個是核心 來 可以 誰還有留到 我們要把最後一個人的岩體炸掉 然後離開車 好 我們再用 我們再用Demolition啦 我相信Demolition不會一隻 一隻錯我們 對 沒錯 對方岩體爆了 然後我們腳下也不會著火 我們腳下也不會著火 沒錯 好 這很簡單 沒有岩體的敵人 我們可以打死一個沒有岩體的敵人 然後Hound Dog 閃彈槍 閃彈槍 看啥算了 欸 或我們趕不殺 Deflection 單左就是要說的 這樣完成 完美 雖然我們 我們唯一新的裝備 就是一個蜘蛛裝 但是 團隊我們的火力不大型 就會提高 又到一個不同的陷阱 但是我一定要馬上去買 那個 軍官學校的升級 不然我下一集一定會 不行 太好了 瑪蘇巴升級 變成我們 新的 上位 然後我們也有Covering Fire 跟 Thread Assessment 那我上次已經講過了 我就是喜歡Thread Assessment 我覺得Covering Fire 就是一個浪的Key Y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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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Yep 真是快點去幫忙開唷 嗯..我還有一些計畫 不過我們下一集在講好了 這一集就先這樣 然後身體能力的方法就是 把一個人關在房間裡面 很無聊的 然後在照這個紫光 OK那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